三月之星陶嘉堯今晚举行音乐会 与粉丝一起预祝生日 Gavin的父母、妹妹等家庭成员都有出席 而罗启豪、颜知恒、魏嘉迅、何远迎、胡惠康、陈祖怡 还有周国锋等都有到场支持 车远远和韦尔山更担任演出嘉宾 首次开场的Gavin心情非常兴奋 为了表演,他更地肉色减肥 务求以最佳状态示人 鼓努的名字 黑色的名字 我知道你为了这个音乐会 你真的很有胜利 真的掉下去减肥 是的, 真的 我吃了一个多两个星期 只吃菜和鸡 感觉如何 感觉有点暈 有点暈, 你没有假扮吃 Gavin之后 更和阮阮和Rita老师合唱 两位都耳口同声说 觉得Gavin这种人 相对比赛时变得更慌 只是他这一晚的麒麟碑造型 竟然让Rita老师眼前一亮 我看你刚才很兴奋 是的 什么事这么兴奋 不是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我参加《棕棉老声音》的时候 卡瑶经常穿西装和短袖 我只知道他这套大 我不知道原来第一套衣服是没有奏的 他的手这么大 刚才我说, 你看, 线条挺漂亮 不过这里好像差了一点 然后他进了厕所很久都不出来 我没想到, 我进去做掌上压 是, 当然要 为什么你要在厕所做掌上压 或者你改在化妆间那里给我们看 你怎么做 因为这里很狡猾 Ramond和Benson两位都各有各忙 好像Ramond刚才跟曾志伟 苗乔伟夫妇 还有Janice、黄乐妍 去完拉斯维加斯登台 接下来又准备要飞 接下来我三月中 下星期我去温哥华和多伦多 和佳佳 是, 很开心 更加老拍档 是, 是, 准备了合唱歌 是 Benson一样很不空 好像这段时间 他已经开始筹备 五月和粉丝的集团 是, 我五月 因为我的粉丝团 是 粉丝加油站 成立一周年了 为了隆重其事 我已经选择了地方 是 现在也在想一段时间 有什么游戏可以跟粉丝玩 最主要是跟他们玩多一点 郭峰老师这一晚也是座上客 说到郑启泰来的追思会 他表示一定会出席宋别固有 我们当天其实 吴长现在到了独卖月 我们在独卖月之前 我们已经回复了他的 我相信是治疗委员会 就是说我们必然会出席 我们也希望 我们不会上台说话 因为我觉得 应该比我们更有资格 上台说话的人 是有更多 所以我们就希望 去出席 跟他说一声道别